IBM营收将恢复增长 获得杰弗威斯认可 凤凰网科技讯北京时间10月2日消息 投资公司杰弗威斯分析师凯尔·外克尼利 将IBM大陆研究范围 并急于买进评级和170美元目标股价 他说IBM营收会恢复增长 我们发现经济从疫情中复苏 企业致力于数字化 推动IBM产品需求强劲增长 外克尼利表示 IBM处于诸多重要科技趋势的交汇处 例如云服务 安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 今天常规交易中 IBM股价上涨4.39美元 涨幅为3.16% 报收于143.32美元